欢迎来到HSK二级标准课程,我是Rachel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二课的内容,好,首先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标题,你穿得太少了,你穿得太少了,OK,用听,好,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进行。 今天内容的学习,好,首先我们来一个warm up,我们将图片和词汇一一对应一下,match,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第一个,你来读一下,你先来,妻子,对不对,妻子,wife,妻子,我们选择B,OK,is married,好,第二个, 睡觉,睡觉,sleep,睡觉,我们选择B,OK,好,第三个,房间,房间,对不对,room,房间,好,我们选择A,OK,好,非常棒,好的,第四个, 下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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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now, right,好,我们选择E,好,非常棒,好的,第五个,第五个,起床,对不对,我们之前有见过,起床,get up,起床,我们选择, OK,我们选择C,好,起床,好的,最后一个,我们刚才是不是见了一个房间呢,我们刚才见到了房间,那么这个是房子,房子,hors,房子,hors, OK,好,我们选择A,好的,非常棒,好,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把这个动词加上宾语, add an appreciate objective,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好,这里有一个 example,学汉语,学汉语,好,我们一起来做,第一个,说,说什么,我们可以说, 说中文,说中文,对不对,我们可以说中,说中文,说中文,OK,好,第二个,我们之前也见过,开,开门,对不对,开门,开门,好,开门,好,下面呢,准备, ik,嗯,我们可以说准处,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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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bon frank test,好,下面, 读,读,读什么,我们可以说,读书,对不对,i book,read book,我们还可以说, next paper 报纸 读报纸 对不对 ok 好 读报纸 好 下面 下一个 next one 找 找什么 找朋友 可不可以 找朋友 ok look for a look friend 好 下面 学习 哎 学习什么 我们可以说 学习 哎 学习中文 可不可以 哎 学习中文 好的 非常棒 好 那么下面 我们一起进入 今天内容的学习啊 好 首先 我们也是先来 啊 看一下单词 哎 老师带着大家 看一下这个单词 哎 这是一个 今天的重点 an important point 好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个 哎 跟老师一起来读 的 的 的 哎 我们之前是不是学了一个 这个的呀 哎 上节课我们好像学了一个这个的 对不对 is different 好 我们后面 we will learn it after 好 我们后面呢 会学到这个 他们有什么不同 what's the difference 好 那么 再来跟老师读两遍 的 the I use after a verb or an objective to introduce a complement of result or degree 好 那么一会儿我们来学一下 啊 好 现在跟老师来读一下 这个课文 啊 here's a and b ok 好 跟我来读啊 跟我来读 你每天 早上 几点 起床 啊 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 每天 every day 啊 每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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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每天 早上 几点 起床 啊 起床 get up ok 六点 多 is too early right 六点 多 6 o'clock ok 好 你 比我 早起 一个 小时 你 比我 早起 一个 小时 哎 我们上节可以看了这个 比 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呢 还会学习到这个比 好 我们一起 一会儿 再来学习 好 我们继续来读 我睡得也早 哎 我睡得也早 哎 的 是不是 ok 的 好 我每天 晚上 十点 就睡觉 哎 就 我们之前也学习过了 就 对不对 我 每天 晚上 十点 就 睡觉 早 睡 早 起 身体 好 哎 早 睡 早 起 身体 好 ok 好 那么 哎 我们读完了课文 I prepare a few questions 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 好 第一个问题 listen carefully B B B 每天 早上 几点 起床 B 每天 早上 几点 起床 A 几点 起床 6点 多 对不对 ok 啊 here B 说 6点 多 ok 好 第二个问题 B 每天 睡得 早 不早 B 每天 睡得 早 不早 is early 啊 B 说 我睡得 也早 对不对 我睡得 也早 我每天 晚上 10点 就睡觉 你几点 你每天 几点 睡觉呀 What's your time to go to sleep 你每天 几点 睡觉 好的 非常棒 好 那么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学习一下 这个 的 好 我们一起来 学习 ok 好 I may be stifted coach 但是 我会带着 大家 一起来 学习 好 首先呢 我们一起来 看 的 是一个 程度 补语 complements of degree 程度 补语 好 那么这里 说 程度 补语 是用来 表示 程度的 describes the degree of something 好 在形式上 常用 结构 助诺 的 助词 连接 程度 补语 the structural practical the is often used to introduce It's often used to introduce a complement of degree, which makes remarks on the extent or degree and action or the quality or state of something has reached.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的,for example,这里还说 它有的时候还不加得,对不对? 不加得。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我们就会了。 好,好,跟老师一起来读啊。 它,subject,它说,说verb,的,这里就是的了。 很好,very good,很好,它说得很好。 跟老师一起来读啊。 它说得很好。 哎,好。 好,下面第二个。 我,subject, right? 我起的。 起的,这里有一个起的,对不对? 哎,right here。 起的。 起的。 哎,那么刚才咱们是不是建立一个起床呀。 啊,so the,the, 这里的意思呢就是,the meaning is get up,起床。 哎,这里就说我起的很早。 啊,get up very early。 OK,好,这里啊,看一下。 这里它就是说我起的很早。 哎,不说,is not,我起床很早。 我们in spoken,in spoken Chinese, 我起的很早。 我起的很早。 OK,好。 下面,我睡得也早。 哎,我睡得也早。 哎,我睡得也早。 OK,好。 那么这里,哎,老师,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好不好? OK,here,I'll write here. 一起来总结一下。 主语。 哎,subject,加上, 用词,对不对? Verb, 哎,加, 哎,加一个, 形容词,adjective, OK, 形容词,adjective。 好,这是第一个, 哎,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式。 哎,it's easy for, 好,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点点难的,啊, 啊,modificate,好。 好,哎,好,这里。 如果,有, 冰语是,啊,if the verb takes an object, 要把冰语提前, 要把冰语提前, 要把冰语提前。 它要提前, 要把冰语提前。 而the verb be reduplicate, 或者是重复动词。 好, 那么我们一起,啊, 一起来看一下。 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 跟我一起来读,啊, 啊, 它说汉语。 啊, 它说汉语。 He says Chinese. 说得很好。 哎, 这就是我们刚才的, 啊, 动词加得加形容词,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说一遍。 它说汉语, 说得很好。 啊, He says Chinese, Very good. 啊, It's same, It's same meaning, Right? 它们都是同样的意思,啊, Same meaning, But the expression is different. 但是这个表达是不一样的, 啊, The expression is different.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读一遍,啊。 它说汉语, 说得很好。 啊, 啊, 因为这里有冰语了, 对不对? 啊, It's object, It's an object, 这里有一个冰语。 所以, So we take the object, put it before the verb, 我们就把这个冰语提前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 我写汉字, I am a right Chinese character, 写得很好。 啊, 我写汉字, 写得很好。 OK, 好, 非常棒。 好, 下面第三个。 姐姐, 啊, Sister, 姐姐唱歌。 啊, 声音也算了。 唱得不错。 OK, 姐姐唱歌。 唱得不错。 OK, 好, 非常棒。 So we can conclude it. 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啊。 主语。 主语, 啊, subject, 加上, 动词, 对不对? 哎, 这里有一个动词。 说汉语。 啊, 啊, sometimes it's added, sometimes it's not. 啊, 有的时候它是有的, 所以我们加了个括号, 对不对? 哎, 我们把它括起来。 好, 动词, 加, objective, object, 哎, 加上一个, 冰语。 加上一个冰语。 再加, 动词。 再加, 得, 得, 加上最后的形容词。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主语, subject, 加上, 动词, 哎, verb, 加, 冰语, object, 加上, 再加动词, 加, 得, 还, 加一个, 形容词, objective, 很好, 不错, 哎, 漂亮, 对不对? 好, 好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OK, here. 好, 我们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读, 啊, in the negative form, 在表达一个否定的时候, negative form, 要把否定词放在结构注词的后边。 The negative word, 这个否定词, should be put after the structure practical, 的, 哎, 它是放在了后面。 OK, 否定。 好, 那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一遍, For example, 好, 跟着老师一起来读。 他说的不好。 哎, 他说的不好。 哎, 那么我们刚才是什么? 他说的好, 对不对? 他说的好。 哎, 好, 下面, 我起的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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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刚才是我起的早。 OK, 好, 下面, 我住的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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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ve not so far. OK, 好, 那么这个, 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了它是这个 subject, 加上动词, 爱verb, 加的, 加一个, 不爱negative form, 加形容词。 哎, 刚才是在这个, OK, 刚才是这样的, OK, OK, 刚才是这样的。 OK, 好, 这个否定词记住啊, 加在这里。 好, 下面呢, 哎, 还有一种, 我们再来看啊, 其实是一样的, 好, 就是刚才的基础上。 On the base of the before, 好, 我们来看。 他说汉语, 说的不好。 啊, It's same, right? The same position. 好, 第二个, 我写汉字, 写的不好。 OK. 好, 下面第三个, 姐姐唱歌, 唱的不太好。 OK, 好, 不太好。 It's little, It's slight. OK, 好。 OK,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里它是subject, 加上动词, 加上object, 加动词, 加的, 加不, 加形容词。 OK, It's the same position. 也是这里啊, 也是这里。 好的, 非常棒。 诶, 那我们来做个练习, We have practice. 我们来做个练习, 老师写在这里啊。 OK, Right here. 好。 第一个, Listen carefully. 王方, 王方。 汉字写的好不好。 analytical, 汉字写的好不好。 OK, 那是王方, Right? 好,那么下面呢怎么回答呀,你来说一下,怎么回答 网方汉字写的,我们可以怎么说,很好,very good,okay 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呀,another answer,网方汉字写的,not so good,不太好,对不对,不太好 OK,网方汉字写的不太好,好的,非常棒 好了,下面,another question,OK,right here 大卫,大卫,跑得快不快,大卫,跑得快不快 OK,好,我们run,对不对,好,我们怎么说,大卫,大卫,跑得,我们可以说非常快,very fast 我们可以说非常快,非常,我们之前是不是学过,OK,非常棒,我们做了练习,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看,the last one,最后一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It's not,it's not,it's not difficult,好,这里 所以,程度补语的疑问形式是在结构注词的后面使用 objective,ad,不,ad,objective,ad,我们来看,in the interim begative fall,在这个疑问形式中,it's a question,好,the is followed by the structure, adjective,adjective,不,adjective,forming an affirmative negative sentence,它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正反音文句,我们来看一下,好,看一下例句,它说的好不好,it's good,it's good,好,那么下面,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回答? 它说的好,它说的很好,我们也可以说,它说的不太好,not so good,它说的不太好,OK,好,那么下面, 姐姐姐起的早不早,哎,姐姐起的早不早,哎,记不记得我们上节课有一个stress and light,它前面这个肯定,affirmative,就是这个stress,那么现在后面的negative就是light, I remember,好不好,早不早,早不早,哎,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你住的远不远,啊,你住的远不远,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个练习啊, 我们来做个练习啊,我们来做个练习啊,我们来做个练习啊,好,第一个啊, I'll listen carefully,他汉语说的好不好,他汉语说的好不好, 不好,哎,我们可以说他汉语说的,他汉语说的很好,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下面第二个, 王方唱的,哎,王方唱的,好听,不好听,OK,好,看一下这个句子啊,王方唱的,好听,不好听, I's good listen,好,我们可以说,好,我们可以说,王方唱的,很好听, I's so good,对不对,OK,好,非常棒,好,我们喜欢的这个, 好,我们回到课文中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 好,好,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妻子,妻子,妻子, 妻子,妻子,好,那么,哎,我们之前,他的反义是autonomous, 我们之前也学过丈夫,对不对,husband,丈夫,妻子, OK,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课文啊, Here is A and B,at a friend's home,好, 再来点儿米饭吧,啊,再来点儿米饭吧,have more rice, 你吃的太少了,你吃的太少了,哎,这里就是得,对不对, 你就是这个主语,subject,right,主语,这里是动词的,哎,太少了,形容词, 你吃的太少了,you eat too little,好,好,我们继续, 不少了,啊,not a little actually,不少了,今天吃的很好,哎,这里又有一个的, 今天吃的很好,太谢谢你了,啊,thank you too much,太谢谢你了,好, 你做饭,做得怎么样,啊,how can you cook,你做饭,做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not very well,不怎么样, 我妻子比我做得好,哎,我妻子比我做得好,哎,这里又有一个比,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比,啊,比,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比,OK,比字句,我们之前上节课,我们有学习过比, 哎,那么这节课我们看看有什么不同, if a verb takes a complement of degree, 如果动词,啊,它带程度补语, 比 can be put before the verb or the complement, 啊,它可以放在动词前,也可以放在补语前,啊,补语前和动词前,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啊,好,这里, 他比我学得好,哎,这里有学得好,哎,学得好, OK,他比我学得好,OK, he learns better than me, OK, 他比我学得好,好,那么我们看第二个, 姐姐比我跑得快,啊,姐姐比我跑得快, 啊,sister runs faster than me, OK, 我,妻子,比我做得好,哎,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比, put before the verb or the complement, right, 它都放在了这个动词补语,这个前面,对不对, before, OK,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它这里是,我们来总结一下, conclude it, adjective,加,比,加,啊,这个,比,加上,动词,加,的,加,形容词,对不对, 他比我跑得快,啊,他比我学得好,OK,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啊, 他学得比我好,哎,这里他放到了前面来,对不对, 他学得比我好,哦,好, it's the same meaning, it's the same meaning, 好,姐姐跑得比我快,啊, I also put it before, 姐姐跑得比我快, OK,好, 我妻子做得比我好,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这里呢,就是, s,so we can conclude it,a,加上,啊,动词,加,的,加,比,啊,加,b, 加adjective,啊,它就是放到了前面,OK,它就是放,记住这个, I remember the position,but it's the same meaning,啊,是同样的意思, OK,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读几个句子,啊,我们来读几个句子,好, 第一个,啊,listen carefully,I'll write here,第一个, 他住的,他住得比我远,所以谁住得远啊,who live far,他,对不对,he, OK,好,那么下面看第二个句子,啊,next one, OK,here,大博比我写得快,大博比我写得快,所以谁写得快, who write faster,faster,啊,大博,对不对,OK,好,下面, 哎,看下一个句子,王方没有我起得早,哎,看一下这个句子, 王方没有我起得早,哎,这里加了一个没有,没有, 王方没有我起得早,OK,所以谁起得早啊,who gets up early, 我,对不对,哎,我起得早,王方没有我起得早, 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我们看完了这里,啊,go back to the text, 好,我们回到课文中,哎,老师也是,f,upry,upry,upry questions, prepry up your questions,好,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哎,listen carefully, 好,下面第一个问题,啊,a,为什么让b再吃点米饭,啊,little more rice, a,为什么让b再吃点米饭,啊,因为a说,啊,you ate a little, a little,a little,你吃的太少了,对不对,你吃的太少了,好的, 好的,那么下面a看第二个问题,alisten carefully,b想不想再吃点米饭, b想不想再吃点米饭,it more rice? a,b说的是不少了,a,that means I don't want to eat,我不想再吃了, a,今天吃的很好,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看,listen carefully, the next question,a,b做饭怎么样,b做饭怎么样,b说不怎么样, not very well,不怎么样,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回到下一课, next,ay,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单词,new words,跟我一起来读啊, 一个,雪,雪,snow,雪,ok,雪,下面,零,零, 零,他们两个是不是looks in,l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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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写大一点,alright,雪,下面它是零, OK 零 零 零 上面是不是都有一个 雨 I write here 是不是都有一个这个 雨 对不对 雨 四个 水 对不对 好 那么 他们两个的 都是雨 字头 都是雨 字头 好 这样是不是 更好认一下 好 那么下面 我们继续来读 度 度 degree 今天 多少度 今天 多少度 度 OK ask weather right 今天多少度 好 下面 穿 穿 我们之前学过 穿 我们说了穿衣服 对不对 to wear to put on 穿衣服 穿 好 下面 进 进 to enter to come go in 进门 go in the door enter the door 进门 OK 好 那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文 老师 大家一起来读 A and B 好 跟老师一起来读 下雪了 下雪了 is noing 今天 真 真 真 冷 I swear to code 下雪了 今天 真 冷 还冷 cold 我们之前也学过 有零下 十度 吧 有零下 十度 吧 10 degrees below 0 零下 十度 OK 好 是啊 你穿的 太少了 的 对不对 是啊 你穿的 太少了 我们 进房间吧 I let's go inside the horse 我们 进房间吧 OK B 说 好吧 alright 好吧 好 不错 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 回答几个问题 Let's go carefully 第一个问题 今天天气怎么样 今天天气怎么样 OK A怎么说的 A说 下雪了 今天 真 冷 下雪了 今天 今天 真 冷 好 第二个问题 Next question 今天 几度 啊 今天 几度 What degree 又 有零下 十 度 I so cold right 有零下 十度 吧 好的 非常棒 好 那么下面 我们一起 继续来看 这个课文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单词 第一个 跟老师一起来读 跟我读 弟弟 弟弟 我们之前见过了 哥哥 姐姐 对不对 我们之前见过了哥哥 姐姐 弟弟 就是younger brother 哥哥就是old brother right OK 弟弟 OK 好 非常棒 下面 近 近 近 啊 near close 刚才我们是不是也读了一个近啊 but it is different the same pronunciation but it's different meaning OK 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个近 但是它是enter enter column的意思 这个是近 好 那么它的autonomous autonomous 就是什么 远 对不对 distance 远 distance OK 好 非常棒 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课文 哎 跟老师一起来读 你在忙什么呢 你在忙什么呢 OK what are you busy with 我弟弟 让我帮他找个房子 哎 我们刚开始 at the beginning we saw this word 找 对不对 OK find 我 弟弟 让我帮他找个房子 哎 这个帮我们上次可以学了 help 帮助啊 帮忙 help 好 现在 他家 离 公司 有点远 哎 这个离 我们之前学习过 离 from 好 he now lives he now lives far from the company 有点 有点远 现在 他家 离 公司 有点远 OK 好 下面 住得远 真的很累 OK It's really exhausting to live far 住得远 真的很累 OK 好 是啊 他也希望 能住得近一点 哎 又是一点 是啊 他也希望 能住得近一点 OK 好 非常棒 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OK 好 第一个问题 the first question Listen carefully 好 B在做什么呢 B在做什么呢 B在做什么 B说 我弟弟让我帮他找房子啊 找个房子 对不对 我弟弟让我帮他找个房子 好 非常棒 下面 第二个问题 家离公司远 好不好 哎 就是我们刚才学的了 家离公司远 好不好 不好 It's good 啊 这里A说 住得远 真的很累 啊 It's bad right 就是不好 住得远 真的很累 OK 好 非常棒 我们学习完了课文和单词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哎 这些我们刚才都学习过了 一会儿呢 最后啊 我们再来复习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哎 来看一下 Roleplay the Deluxe 我们可以 Change A and B 好 那我们一起来回答最后这几个问题啊 好 第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每天十点就睡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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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第二个 他们家 他们家谁做饭做得好 who good at cooking 啊 who good at cooking 今天真冷 好 下雪了 今天真冷 好的 下面呢 他这两天在忙什么呢 他这两天在忙什么呢 他说 我弟弟让我 让我们之前学过 让我帮他 找个房子 对不对 找个房子 OK 好 非常棒 好的 下面最后 他弟弟为什么要找 新的房子 他弟弟 为什么 要找新的房子 怎么说 现在 他家 可以唱 离公司 有点远 对不对 a little far 有 他家离公司 离公司 有点远 好 非常棒 现在他家 离公司 有点远 有点远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填一下 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填一下 OK here 好 第一个 sing a song 他唱的 爱比 对不对 怎么说 他唱的 比我好 好 下面呢第二个 爸爸开车 我们可以说 比妈妈好 对不对 matter than mom OK 爸爸开车 开的 比妈妈好 好 下面 哥哥 比我 吃的 多 match OK 哥哥吃的 哥哥比我 吃的多 OK 好 下面 最后一个 爸爸 比妈妈 做饭 做的 好 对不对 这里呢 我们就不说 很好 is not 很好 我们只说 好 OK 好 非常棒 好的 那么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pronunciation 选择问句的句调 选择问题 intimination of an alternative question 选择问句的语调 剧中 公选择的部分 重读 the auditives ustrized 据中这个 公选择的部分 是中读的 好 the former is a bit slow in a raising intonation and the later is falling intonation 它是一个 前一部分 它是读 声调 raising 语速 它是较慢的 后一部分 读 降调 它是一个 降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米饭 rice 面条 noodles 它是可选择的部分 ordinatives 对不对 ordinatives 那么这里呢 它是中读的 好 那么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feel that 你喜欢吃米饭 米饭 rice 米饭 还是 吃 面条 I can't feel that 你喜欢吃米饭 还是 吃 面条 Do you like rice or noodles?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 你喜欢吃米饭 还是吃面条 对不对 ok 好 那么下面 今天 today 和明天 tomorrow 这里是一个ordinatives 可供选择的 好 我们一起来读 你想 你想 今天 去 还是 明天 去 Do you want to today or tomorrow go 你想 今天 去 还是 明天 去 ok 好 非常棒 好的 下面 第三个 你去学校 是 开车 还是 坐车 ok 好 good 你去学校 是 开车 还是 坐车 I do you drive or take bass take taxi 你去学校 是 开车 还是 坐车 啊 好 非常棒 好的 那么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 characters characters 这里是一个 纸字旁 啊 纸字旁 the radical 纸 is your related toes 啊 跟你的 脚趾 是有关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 第一个 汉字啊 第一个character 哎 第一个就是 纸 对不对 ok 纸 纸 ok where ok I write 脚趾 还有 for toes toes 脚趾 好 这里呢 就是 这里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纸 对不对 纸 哎 纸 脚趾 your toes 你的脚趾 your toes 好 非常棒 好的 那么看第二个啊 第二个 ok I write here I write here 爱 不 不 不 爱 不 step 不 即不 爱 即不 how many steps 即不 okay ok it's also related to your toes right related to your foot 好 这里呢 纸 对不对 ok 纸 纸 一般 zitao 通 tong 通 里面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relations among or images of things 一般 与一些 这个 事物的 关系 和形象 有关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例子啊 maybe it's abstract right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ok right here 第一个 通 same 我们经常说 tongyang I have a pronunciation same right 我们刚才就说了 tongyang tong tongyang ok very theoretical it's look like a building right like a building 好 but it's not related to a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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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like a door ok right 跟门 长得很像 对不对 it looks in this 门 but it's different 这里 它是 it's closed ok it's closed but this is open right 它这里 它这里 是开着的 ok 这里 它这里 it's open but it's closed right it's different remember it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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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是互联网 internet 对不对 我写在这里啊 right here 我们现在就经常说 wong internet internet wong wong it means 之珠网 hey spider spider 之珠网 hey can you imagine it 之珠网 hey wong 对不对 wong 好 那么它 the radical is here hey 这里 对不对 here wong net spider we made this spider 互联网 internet internet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学完了 今天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rehearser 复习一下 how is too much 好 这里 第一个就是这个 程度补语 de 爱 de 主语 加动词 加de 爱 加形容词 OK 然后是这个 把这个提前 把宾语提前 主语 加动词 加宾语 加动词 加de 加adjective形容词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 否定 negative form negative form 它说的 不好 我起的 不早 negative form 还有就是 它说汉语 说的 不好 oh it's two forms OK 好 最后就是这个 好不好 早不早 远不远 it's two forms remember it 好 这个就是比 它比我 学的好 它学的 比我好 it's two forms OK 后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pronunciation learnatives stressed 下课自己 再来 feel that OK 还有这个 止 对不对 止 还有这个 通 好的 现在呢 就是我们今天 所学习的内容 后面呢 我们要复习 之前学过的 what we learned before and what we learn today let's rehearsal it OK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了 拜拜 再见 下节课再见吧 拜拜